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呢 是前往桃園揚美 那攻堅破獲了這名宅的製毒工廠 起風在屋裡是查扣大批的製毒器具 以及這三級毒品喵喵的成品還有半成品 重達了兩百一十六公斤 這除非市價勾達上億元 極方架梯爬入製毒工廠 大陣仗破門攻堅 賀槍實彈攻入嫌犯藏身民宅 當場查扣大批製毒器具 以及製作毒品原料 9月份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 前往桃園揚美破獲製毒工廠 在內部查扣三級毒品喵喵 成品以及半成品重量超過兩百公斤 出估市價就高達上億元 喵喵成品半成品合計兩百一十六公斤 而且可以製成五十萬包 的毒品咖啡包 不法獲利達一億元 原來警方兩年前破獲毒品案件 巡線網上游追查 發現一名老經驗製毒師 良性主嫌 提供技術指導其他嫌犯製毒分售 經過長期搜證 巡獲所在地前往歹人 良性主嫌 居於幕後高人做技術的傳授 幕後的金主 賣性嫌犯 那賣性嫌犯與流性嫌犯 兩個人尋找偏僻適合自毒的處所 來進場自毒 嫌犯也被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送辦 而警方表示 喵喵屬於新興毒品咖啡包品項之一 這一回查扣數量龐大 所幸及時被破獲 否則流入市面 後果不堪設想 叫楊楊吉台中報道